我們現在來討論這個臀雲的標準是 臀雲是怎麼形成的 就是說我現在固定兩個點 這兩個點的距離我叫做2C 然後現在讓一條繩子鬆掉 這條繩子長度是2A 然後把這條繩子繃住 繃緊了以後慢慢移動慢慢移動 畫出來的就是一個橢圓 那我如果什麼呢 如果以這兩點的坐標 一個是C0,一個是負C0 那這樣的話 畫出來的這個橢圓 我可以證明說 是等於A平方分之X平方 加上B平方分之Y平方 等於1 那其中這個A的話 就是這一條繩子的長度的一半 就2A的一半 那B的話等於多少呢 B比較短軸 就這一段 B的話等於多少 B是等於 更號多少呢 A平方-C平方 好,那我們現在來證明這個關係式 在證明過程當中 我們會得到一些橢圓的性質 好,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橢圓上面的動點 到達這兩個定點的距離和 就是2A 也就是說 根號 這是X 加上C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這P到達F的距離 加上 這是X 加減 減C的平方 加Y的平方 是2A 這個是2A 這一項的話 就是動點 到達F1的距離 好 現在我把左邊跟右邊 都乘以多少呢 都給它乘以 乘以 乘以這個 根號 X加C平方 加Y平方 減掉 根號 X 減 C 平方 加 Y 平方 X 減 C 平方 加 Y 平方 X 平方 加 Y 平方 加 Y 平方 X 平方 加 Y 平方 加 Y 平方 X 平方 加 Y 平方 加 Y 平方 所以 交叉項 這是 2C 的個式 這是 2C 的個式 所以 變成 4C 的個式 4C 的個式 等於 2A 乘以多少 乘以X 加 C 的平方 加 Y 平方 減掉 根號 X 減 C 的平方 加 Y 平方 好 那這樣我都可以得到 X 加 C 的平方 加 Y 平方 減掉 根號 X 減 C 的平方 加 Y 平方 等於 2C 加 Y 平方 除過去的話 就 2 倍的 這 A 乘以 C 然後這個是 X 這 A 乘以 C 的話 我們給他定義 定義就是所謂的離心率 離心率 我就定義成 A 乘以 C 所以這個事實就是意義 好,那現在呢,我們給它什麼 給它相減 這一項減這一項 那這個就消掉了 所以就得到兩倍的 根號 就是減C等於 加外平衡 會等多少 會等於這個減這個 這個減這個的話 我叫什麼呢 這是2EX 這個減這個的話 我把兩倍的什麼 兩倍的這個 兩倍的 這是A 減掉多少 減掉這個EX 那這樣子的話 減掉這個 我這一個減這個 我這個減這個 那我把 1抽出來 就兩倍都在 兩倍的這個 1抽出來 就1A 減掉X 一分之 a 等於 x 一分之 a 等於 x 那 2 給它消掉 那 2 給它消掉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現在我們就第一個所謂的準線 準線在這裡 準線它的位置就是 x 等於一分之 a 這樣的話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事實上是怎麼樣 事實上是那個 D P到 F1 P到 F1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 這個距離 這整個距離是一分之 a 這 x 是什麼 是這段距離 一分之 a 減到 x 一分之 a 減到 x 一分之 a 減到 x 事實上就是這段距離 這段距離 就是動點到達準線的距離 所以這個是動點 動點到達準線的距離 這叫 LE 那我們就得到一個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就是什麼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個動點到達的焦點的距離 處於多少 動點到達準線的距離 第一個 動點到達第一個焦點距離 以上動點到達準線的距離 這是一個長處 這個長處剛好是離心率 這是一個重要的限制 好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我現在給它什麼呢 剛剛是相減 我現在給它相加 那一加起來以後就變成 變成兩倍的 x 加上 c 平方加上 y 平方 這類型 這個等於多少 這等於A加多少 他這可以消掉 那這個什麼 這個想法 這個就是 p點到達f-2的距離 這d p點到達f-2的距離 它會頂多少? 這個的話,我把1抽出來 1抽出來,就是1A加上x 那我現在,左邊這裡有一條準線 這一條準線是x等於1A 現在,我x加上這一段 這一段距離就是1A 就是p點到第二條準線的距離 p點到達第二條準線的距離 就這個 這是L2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1,那乘以多少呢? d 這個p點動點到達第二條準線的距離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什麼呢? 關係式 這個重要關係式就是說 這個離心率也等於多少呢? 也等於 這離心率嘛,我把這個除過去 就是說 動點到達第二條準線的距離 就是說 比上 動點到達第二條準線的距離 好,那我們就得到這個重要的關係式 好,那我們現在來推打這個公式 我現在,就隨便取一個 我給它平方 比如說 我取 第一個給它平方 好了 或者是 這個先把它擦掉 這個可以擦掉 我把這兩個給它平方 把這個約掉了 約掉以後的話 我現在給它平方 就是x 減掉 c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等於多少 把這平方 把這平方 把這平方的話 就是 a平方 減掉 2a1x 再加上1x平方 這個 這個 是等於 s平方 減掉 2cx 再加 c平方 這個是等於 c除以a a1 所以 這是2cx 這裡 21x 所以 這兩個就消掉 那兩個消掉以後的話 我們就曉得說 這個 這個 我就把 這個 c平方 移過去 他把這個移過來 就 x平方 減掉 1x平方 就是1減掉 1平方 x平方 那會等到什麼呢 他再加 y平方 再加 y平方 這個是等於 a平方 減c平方 a平方 a平方 減c平方 是要說b平方 剛剛我們定義 所以這個就等到 等於B平方 然後再看看 看這個 這個是等於A分之C平方 然後E減A分之C平方通分 就變成A平方分之A平方 減掉C平方 上面這個B平方 所以就得到 A平方是B平方 乘到S平方 A平方是B平方 減S平方 再加Y平方 等於B平方 好 那我給它除過來 除過來就得到 A平方是S平方 再加B平方是Y平方 等於E A平方是B平方 那就得到 A平方是B平方 A平方是B平方